好,接著我要來一個全柬埔寨最大的滑板牆 好,這就是Fetchy Long Pan 整個規劃圖畫 園區你會看到其實真的很大 我也忘記了把這幅圖畫在第一及第二 呈現給大家看 今次我呈現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Fetchy Long Pan正正在諾羅敦國王大道和河心大道的中間 剛剛橫跨了兩條主要的鋼道的中間 你會看到除了園區之外 也有首都國的一旗和興建宗的第二旗 看看它究竟有多大 先看看 嘩,這些小朋友進來的時候 一定一定興奮到爆 現在的小朋友是很喜歡玩滑板的 我聽說其實這個園區的負責人 Dr. Ben和Cathine 其實他們有時都會邀請一些貧共學生 或者孤兒園的組織 過來給小朋友去畫一下這些活動 做一些良心企業的責任 就是這樣 這裏是全柬埔寨最大的駕駛 這裏是全柬埔寨的共享辦公室 剛才我去了第一個 現在我們去第二個 讓大家進去看看 我知道這個綠叔 我們金融界的綠叔 其實之前他也有來這裡打卡 好,讓我轉一轉彎給大家看一看 這裏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這裏如果一班人拍照 他那個角度是會拿得很漂亮的 好,這裏也有很多房間 也是租給年輕人去創業、營商 基本上你周圍都看到 有很多圖在牆上 其實每一個角落 其實你都可以打卡 都可以想像到 其實他們都用了很多的時間 和心機去畫這些畫出來 而這個園區裏 亦都有這個手工啤廠 在這裏 這個就是整個柬埔寨 最大的藝術的館廊 好,在這裏 進來這個藝術館 我對藝術沒有什麼天分 但我覺得不錯 進來有很多東西看 同時這些作品 亦都可以給一些市民去選購 在這裏 進來這裏 在這裏 有很多東西看 我給你 會不會 會不會 有很多東西看 我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會不會 有很多東西看 我會不會 在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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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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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及過 Fetch Lompagne 亦有一個手工啤酒廠 帶大家進去看看周圍的環境 先看看 好了 全柬埔寨最大的 合作务劑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旁邊又有房間 已經租了出去給外國人士 或者創業者 東南亞的最大的創意園 會是一個枯化機 我覺得是 枯化一班創業者出來的 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其實香港政府 都很推動去柬埔寨營商 因為當中也有不分 所以我們為何柬埔寨華商總會 是將港商和柬埔寨做個連接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 我們所舉辦的柬埔寨 一個落地遊 深度遊 有興趣的 我省個時間 再會告訴大家 其他你來到金邊 是會打卡的地方 有些基本上 你在網上都未見過 大家密切留意 請問一下 誰叫做錯誤 好嗎 請問一下 不關快 什麼事 有些事